赶 怎么会这样 好 现在是资料库管理 057单元 这 057是延续 056 刚刚 056的话就是我们做到 做到就是已经建立一个命令按钮 命令按钮这个就是这个命令按钮 我们把它换成背景颜色 然后这个命令按钮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写它的这一个 有没有 检视程式 可是我们对程式不熟 对程式不熟怎么办 所以这边是空白 对程式不熟的话 方法就是录制聚集 然后再用聚集去修改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到Excel 回到Excel 就是在这边 然后我们把它放大 这边有没有 这边来我们要执行 执行有没有没有东西 好 没有东西 那当然有了 其实因为我刚刚稍微先测试一下了 好 所以这要怎么办 那当然我现在就先给你看那个 我已经有的结果 要看已经有的结果 就已经执行了 那至于说这个要怎么办 这个你要回到这个 我把它小一点 要回到这个设计模式 设计模式 要回到设计模式的方法 我们先把这个已经建立了 因为我刚刚先测试一下 我们要回到设计模式 设计模式是在开发人员 打开来 开发人员按钮 现在就到设计模式了 到设计模式 设计模式 然后点一下 点一下这个按钮 这个按钮 就这个按钮 点一下这个按钮 然后呢 我们来去检视它的程式码 它的程式码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现在呢 我们假设我们就是完全不知道程式码 完全不知道程式码 程式码就没了 甚至呢 我们直接就这个 这个我们也给它那个移除掉 全部都移除掉 不用储存了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回到这个Excel 你要回到Excel 就是这边按一下 按一下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是假设 我们现在就是要写它的程式码 不知道怎么写程式码的话 就是录制 录制聚集 然后呢 把接下来的步骤 做一次 好 我们就是按下录制聚集 我们就叫它聚集1 确定 录制聚集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然后全部就会被录制起来 然后录制起来 然后第一个呢 我们要插入图形 然后插入哪一种图形 插入这一个 折线图 我们又插入折线图 然后在折线图上呢 按右键 然后移动图表 移动图表 移动到一个新的图表 我们这个图表名称 给它叫做那个绘制 负债笔 折线图 然后就按确定 确定 确定的话 等一下这个图就划在这边 划在这边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 要有资料 图上面有资料 就是按右键 一样就是按右键 然后叫做选取资料 选取资料 那就一个 第一个就新增 新增这个数列的名称呢 叫做这个 我们先给它叫做流动比率 流动比率 然后数列的话 当然就是下面这个 然后流动比率 给它选 然后呢 确定 确定 然后这边就是x轴 x轴的话也是按下去 然后数字的话呢 就是按 按这个 就是历年的数字 然后我们给它画一下 是2005年到2009年 然后呢 就变成是确定 然后这个 这个呢 我们不要不要不要折线 那这个字 字给它那个大一点 字给它大一点 大一点的话 你就按常用 我习惯都是用16 然后那个字型用那个time New Roman 那这边呢 也是16 16 给它就是常用 然后16 16 那字型的话呢 我也喜欢 喜欢用那个time new Roman time 就这样 那这边呢 就是还有就是这个坐标轴 给它改一下 就是坐标轴格式 格式 格式的话呢 我们给它那个 第一个就是那个数值 小数位数 一会就好 一会就好 同时呢 也要那个坐标轴 坐标轴 线条 不是 坐标轴在这边 同时也要跟它讲说 我要坐标轴 坐标轴 就是你要线条 要线条 这边来到线条 还有线条 实行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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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了 这样就可以关闭了 好那我们就知道呢 这个图就这样画 那现在呢 假设呢 我们还要画另外一个图 流动比率之外 那一样你就是按那个选取资料 那接下来就是编辑 编辑就是按新增 新增 新增什么东西 负债比 负债比 那就是这个负债比率 确定 那数值的话呢 就是这个14% 一直到这边 数值是这边 他就按确定 这个呢 有不小心变 变了的话 那你就是回去了 按那个 其实不是不小心了 他的自动 因为被后面的盖住了 然后就2005年到 2029年 然后确定 然后就是这个数 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顺利完成了 完成了 可是这边就是有一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你这个负债比太低了 流动比太高 这时候就怎么办 就是给他变更图表类型 变更成什么 折线图 是叫做双轴折线图 有没有看到双轴折线图 折线图里面 你是取这个双轴的 双轴在哪里 加建议的图表 图表好了 所有图表 然后那个 我们看范本 最近范本 最近范本 区域 折线图里面的双轴 我们先用这一个 先用这一个 就双轴 双轴也可以了 然后就是确定 按确定 确定 这个双轴的比例 我们一样 把它大一点 就是16 然后tine new roman tine new roman 那这个 接下来有什么要改 我们再说了 那当然这个图 有没有 这个你要改的话 还是一样 可以改 比如说字要数列格式 我们要让他清楚一点的话 就是改成黑色 跟他讲说我要黑色 然后粗一点 粗一点 这个是流动比例 好 假设我们就是做到这边了 做到这边 那我们就去来看一下 这行程的指令是什么样子 那已经录制完成了 那就开发人员 按什么东西 停止录制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来去看一下 我们的指令 指令呢 它是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 模组这边 好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模组 指令呢 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干嘛 把这些指令 copy 下来用 然后就是Ctrl C 然后呢 按一下 刚刚那个 按一下 刚刚这个 财务 这边 好 这一个 这一个 我们就是开发人员 然后来 我们来去看它那个 简式程式码 是空白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call它的程式码 好 然后呢 就拿来用 那用 当然这边就是要修改了 为什么 因为录制的时候 所谓的录制是干嘛 比如说老师上课 你录制它 录制它很会变成说 哎 老师在咳嗽 老师在不小心 讲一些屁话 没用的话 不是上课的话 你也全部给它录制 录制完之后呢 你就要回去做剪辑 好 这边一样 就是我们现在要做剪辑 要做剪辑 那这个剪辑呢 要怎么解 我们下一单元再来解 下一单元再来解 当然这边 怎么讲 这边 当然我们现在先做一个 一个东西就好了 这个是 那个 Name 这个Name Name 等于那个 我们把它改掉好了 就是M 就是 Charte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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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CharterName 那我们这边就是 就是变成是 增加一个叫做 InputBox I-N-P-U-T-B-O-X 或者 Input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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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意思 我们再解 再写一次 它会主动提示 它叫InputBox InputBox InputBox 就Pump Pump的话呢 就是 那个 出现什么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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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 就是我们写这个 好了 输入 图表 名称 输入图表 名称 就这样 这个InputBox 输入图表名称 然后就变成跑到 这个CharterName 就是这样 跑到CharterName 等于这个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执行看看 执行看看 执行看看 执行看看的话 意思就是说 来我们现在那个是 这个是 来直接 就是开发人员 把它大一点 停止设计模式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假设 我们现在是1101 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 我们要看它的图 要看它的图 怎么办 那你就按一下这个指令 它马上问你 输入图表名称 我们写一下 那个猪头哥的练习 好了 猪头阿伯 猪头薄薄的练习 薄薄的练习 那你就按确定 它马上就会出现这个图表了 可是这个图有错 那我们就来征错一下 就没有顺利执行的 这边selection format 至于说为什么会错 那我们就是 再来再来说 至于说 所以说这边有错的话 我们怎么办 我们先不要去管它 所以我们先这一步不要做 先有没有这一步不要做 那这边的话 这边有没有猪头薄 这边name name就是干嘛 先叫做我的练习 我的练习 这样子我看看好了 然后name 我们先把它停止 停止 然后再回到那个excel 这个做错 做错的话 那我们就干嘛 先删除掉 那下一单元 我再把这个错误找出来 来给大家就是练习 比如说这个1102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也来按一下 来知情看看 可是还是有错 有错 这个错是哪边错 我们就下一单元再讲 不过 不过现在就是说 大家有没有 先练习好 可以就是干嘛 就是做这个模组 就是会录制模组 录制完之后 我们就去改它 大家要先练习好 会录制聚集 那顺便讲一下 你录制好的聚集 你录制好的聚集 有没有 我先把 你录制好的聚集 会那个 存在这个开发人员聚集这边 我们现在来执行看看 就刚刚录制的聚集 我们来执行看看 好 好 处于中断模式 刚刚就是 我们把它停止掉 停止掉 所以 还是一样 就开发人员 我们把这个VB叫出来 跟他讲说 先停止 停止 然后我们回到 这个Excel 开发人员 然后我们来执行一下 刚刚录制的聚集 看能不能顺利执行 我是觉得应该不能顺利执行 因为干嘛 因为我们 那个没错 不行 那所以呢 这时候就是干嘛 录制的东西 就是不是那么的完美 可能会有问题 这时候呢 就要去处理它 好了 我们反正 刚刚的过程 就是 你大家先 大家先我把它写在这边 好了 顺便讲一下 这个你要调调就这样 调一下 我在这边是 先写一下 今天大家做 先做一下 有没有 就是 绘制 绘制 图表 图表 然后那是双肘 双肘 那同时呢 同时 同时 那个录制 录制过程的 BBA命令 BBA命令 命令 就这样做到这边就可以 我们下次有没有 再 再 再 来 来修改 命令 让它精简 让它 精简 精简 而且呢 可执行 让它还有可以 执行 要就是 你让它可以执行 要去查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去 去Google就可以了 去Google 就可以看到这个过程 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会错 好 让我们这个 这个单元 是57 就做到这边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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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